电视剧理想之称赵佑 听似手联谈 名唱片背后故事 第三是二届进去讲刚刚落幕 陈珊妮对于制作人的一番发言 引起热议 她说 制作人要开很多会 要平衡唱片公司的期望 和歌手的梦想 但她没说 制作人在这述情况下还要谈情 你看到的 实际上 对此制作人 两个人的角色 就是一个人弹四手联谈 就很辛苦 因为就真的 我们来不及 请那个专业的钢琴演员 好心酸 太不容易吗 不过还是希望 就是我们其实还挺用心 弹这些的 然后希望理想之称 能有好的收拾力 因为真的是一部 非常好的职场剧